A good company name should encapsulate its strongest product or service offering 它们所做的都是一些manframe的大电脑 它那时候就是它的理想 就是每一户家庭桌上都会有一台电脑 所以它在软件或者是PC Personal Computer方面的一些成绩都蛮不错的 不过微软就好像刚才你所提问的 会不会太过软了 没有气势那种感觉 所以你看我们有Yahoo 那么我们有最近的一个Google 所以这些search engine 那么都比微软的那个MSN来得强多了 所以变成它在找这些search engine 这方面的一些也的确正如你所想的利物重新 Another shining example is Ding Tai Fung The Taiwanese restaurant chain that's internationally known for its小笼包 那师傅像顶太风这么繁复的字是好名字吗? 当然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字 那么基本上我们有听过六十四瓜 那么顶太风所用的就是六十四瓜里面的所有的好的瓜 所以是真的有一定的学问在里面 对对对 那么一般上我们都有听过所谓的一个香星文字 那么以这个顶我们都知道是三角顶嘛 所以这个就是好像在喷调那个小笼包的一些状态 那么这个风很深如果说我们把它把它看的是一个碗碟的话 那么里面蛮像一些他们所卖的那些产品 所以是对于餐饮业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字 对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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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